冬奧臺灣隊英雄凱旋歸國之後 最近防疫隔離期滿 其中桌球小將林荺茹 第一場公開活動 就到了新莊棒球場 擔任開球嘉賓 但是小林同學呢 開球挖了地瓜 直說自己蠻遜的 不過粉絲呢 都是很買單的職務 真的很帥 而羽球金牌男霜 羚羊片也到了桃園和粉絲見面 面對敏感的代言問題 必而不打 開球 放下桌球拍 拿起棒球手套 專業拋球 小林同學林荺茹 結束14加7的隔離期 第一場公開活動 就到新莊棒球場 擔任開球嘉賓 踏上投球球是有一點 還是有一點虛 真的有夠勉腆 害羞的說 還是桌球拿手 運動界的神話一哥 在28號和粉絲互動 卻是相當大方 開球 國中高中生 彤彤來朝聖 就想目睹 東奧 以目上帥氣的 小林同學 踏躍搶答 就想當幸運兒 林荺加油 他剛剛Q&A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很開心 又再被全粉的感覺 有 他很可愛 他開球 會不會就是 還滿期待的 就是專門為他來的 粉絲超開心 就想看看 最愛的小林同學 開球英姿 而同時 東奧羽球金牌男霜 王麒麟和李楊 也在桃園和粉絲見面 兩人難得一同告歌 但接下來被問到近期最敏感的 代言疑慮問題 林陽似乎有備而來面對提問 幾乎不答 看來是希望代言紛爭 能在經紀人道歉之後 儘快劃下句點 記者綜合報導